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是下午的5点46分 今天是2020年的1月1日 我今天早上呢 其实醒的蛮早的 然后被我姐的一通电话给吵醒了 然后之后昏昏沉沉 然后睡 然后玩手机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 又睡了两小时 睡到四点半 然后才出来 太阳都落山了 今天也没有去哪里 所以我就出来这边走一走 去公园逛一下 看公园的草地都黄了 不是那种四季青 出来这边走一走舒服多了 我今天呢 在这房间 那个手脚特别冷 特别 特别冷 然后盖着被子也很冷 所以出来这边 刚才还跑了一下步 嗯 瞬间感觉整个人都暖和了 真舒服 夕阳西夏 啊 阳光都没什么了 我打算啊 然后等下去逛一下街 今天我姐 今天我姐一直不愿意出门 一直不愿意 她就摸在房间里 然后 因为她假期呢 她要上班 那个客户咨询啊 这一块 比较要耗时间 所以呢 到了这个点 我就自己出门了 然后自己出去逛个街什么的 嗯 是这样子 大家今天去哪里玩呀 元旦放假三天哦 估计蛮多人去那个周边玩吧 哎 我呢 没想过要去哪里玩 就想着 安安稳稳 我在住的地方附近 转游 就可以了 看这个灯都已经亮了 现在已经是六点钟了 我们进里面去转悠一下吧 进里面看一下 有没有打折的衣服呀 哇 衣服看起来颜色很好 灯光很好 我要好好看一下 哇 羊羔 那挺好多 啊 掉了 掉了 149 我的天啊 这衣服好贵呀 衬衫 真贵 诶 我买过这样的一条裙子 诶 我那条裙子比这个好诶 39 要不要买条裙子看一下 诶 牛仔裙咯 99 布料摸着还可以 看这一件衣服 那个 嗯 融的 然后 特别暖和 这个 我之前呢 跟闺蜜 去海 去那个海山站那边的游鱼库看的时候 也要149块钱 现在已经变成99了 感觉还是可以下手了 可以考虑下手 挺好的 我感觉我现在身上这件外套 风衣很好看 给大家看一下镜子 我感觉还可以啊 就是我身上这件短裙的外套 有一点渔夫风 然后头上再戴个渔夫帽 就应该很不错了 戴个帽子 戴下 戴下 衣服 头发放好一点 但是 不想更收敌时 不要让您的贵重物败 您可以让您实现 您想 您两块 我就很喜欢这种戴帽的这种外套 哈哈 因为这样子就不用买帽子 很方便 哈哈 不过这衣服有点贵哦 299 不过真的很好看 很符合我的薪水 对 心仪 我再去找件衣服再试一下 看这件衣服 暖和是暖和 就是 有点显胖 真的 我里面穿了件格子衫 在穿这一件 但是我里面格子衫里面还穿了一件 短袖 白色短蹄 现在穿很暖和 但是就是显胖啊 我的天 试一下这一件外套再套一下 穿了 搞定了 好像还可以哦 这个颜色搭配 加上这件封衣 还是挺好看的 真好 真的 超级超级超级暖和 感觉好想买啊 这里面这件常立容我想买 这件外套我也想买啊 这外套299 稍稍有点贵 我去 网上 再去找找 再去找找 相似的 有没有相似的图款 哎呀 再去转悠一下 再去转一下 我刚刚试完衣服了 但是 试着试着 选择困难蒸饭了 然后我又不想买了 因为有对比 一对比就感觉好像那件衣服又不是特别好 但是 其他的又稍微又贵 好扎心 说到底 真的我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可能等我今晚回去睡个觉 然后我就想买了 哇 好了 那我现在呢 准备要再去逛一下 然后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更新到这里 嗯 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 拜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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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